我汇报的这个题目是这个蛋白制度分离分析技术的标准化应的进展 实际上跟前面两位老师是确实是做标准化的 我们还是可能偏对这个实验室的技术发展为主 但是我想一定程度上我们有很好的互补性 那么我这个汇报的提高呢 分一下几方面内容 首先就是这个蛋白制度高覆盖技术的发展现在已经逐步成熟 那么它越是成熟越后面要期待一些更高的一些标准化的一些 技术的体系的一个产生 那么第二个是国际国内的蛋白制度技术标准化的一个发展的进程 第三个是讲一下我们自己的中心团队在Rail 就是临床蛋白制度研究框架这个策略 也是最近的一个正在審考的一个研究工作 那么这个我们反复讲究 实际上主学提供了一个要望打进的 来解析生命抑制性的工具 而蛋白制组学相对短路组和精英组来讲 它又多了一些这种修饰的复杂性 无论是它的复杂性还是动态范围都要高于这个基因组和短路组 实际上它也提供了一个更为精细的分辨人体抑制性的一个手段 那么蛋白制度的复杂性主要体现在一个是这个百万级的一个构成 所以我们需要开展这样的高覆盖的一个精量测量 那么其次以血浆等体义为代表的这样的空间单细胞等 那么这样的一些高动态范围的极低风度的这么一个发展方向 实际上需要发展高灵敏度的一个检测技术 那么最后实际上现在一个临床大队的蛋白制度研究 还有这个单细胞蛋白制度研究 它越来越来越大的一个通量 所以高通量分析测量也是一个很强的需求 那么最近从其实蛋白制度学已经三十来三年了 它的样本制备样本分离支付鉴定 以及这个普通解析方面实际上有飞速的一个发展 那么无论是在这个样本类型上面 在零零度里面 零零度20年前30年前是毫克体 那么现在可以达到这个单细胞 甚至是粘在这个压细胞器的一个水 匹克级的一个水 那么在分析的速度上面呢 最新的这个阿斯尔质谱 现在商用的这个测试现在是八分钟 一个样本实际上已经达到这个 这个前面跟这个代谢组老师讨论 实际上达到代谢组的一个通量 那么底下是这个通量 另外的样本分离上面呢 也有这个这个色谱技术超高压技术 那么当然微生纳生到这个微生不断的一个进化的过程 那么另外的质谱 这个肩定靠命一个典型的发展 是一个双高精度和这个高的残疾速度 那么以这个植谱为例呢 实际上2011年以来 我们就叫做二代的蛋白质测序能力 已经形成了在这种半个小时之内 cover这个6000种蛋白质的能力 那么最新的实际上这个2023年 其实2023去年发布的 它是在这个半个小时内cover1万种 我们叫这个全蛋白质谱的覆盖能力 所以现在我们可以认为目前来讲 这个完整的蛋白质测序不再是一个口号 因为我们知道转路途车序 它的覆盖度大概是在1万2左右 那么这么一个完整的蛋白质测序 无论是在酵母水平 其实在13年已经在一个小时内cover到 这个完整的一个效果的蛋白质全覆盖 那么在82年的实际上 在这个93细胞里面 两个小时cover到1万这个海底 那么实际上最新的这个Uster这个制补技术 可以在这个30分钟内cover到1万个 这个蛋白质测序能力 那么这样一个完整的蛋白质 虽然说是大家看起来还是很理想的一个状态 但实际上在对于这个各个实验室来讲 未必都具备这样的一个硬件条件 还有一个相关的一个技术策略 对于它能优化的程度 那么最新的这个临床蛋白质测序的一个调研显示 在这个临床蛋白质的共识的挑战里面 就是这么一条内容 第一个首先的就是这个社会的稳定性 那么第二个就是样本支配的挑战 那么第三个就是智序 第四个就是数据分析 那么当然第一个就是对于大队的研究来讲 样本资源以及样本的质量 也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 那么这样的一些条件实际上 极具大部分的这个需求来讲 实际上是最需要的什么 是标准化的一个方法的发展 那么我们认为这个标准物质 以及标准操作流程的一个设计 有利于这个指导更加的一个实验设计 训练操作技能 那么评测视频的状况 以及评价结果的质量 总体来讲来确保 达到文静可靠的一个蛋白质体的输出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从样 从蛋白质体的输出 从样门收集到样门支配分离 监禁数据发标 它实际上每个里面都有多条路径 那么这样的多条路径呢 实际上也决定了蛋白质体的一个标准化 实际上是非常的一个挑战 那么第二块内容 我就会把目前国际国内的一个标准化的 也就是一个进展 那么大概来讨论一下 实际上在国际国内 从10年左右开始 已经用一系列的这样的标准化来尝试 首先是整个修复组织下的 这个标准化的一个PSI组织 那么另外是我们国内的 这个计算蛋白质体学 这个协会 也是成立了这样的标准评测 当然刚才石老师讲的MXC 和精神教育在蛋白质体学 他们的这个尝试 在这个中华加息一号 这个标准性的一个尝试 另外在美国的YAR 他们一直在长期组织 这样的一个蛋白质标准 那么NCI、CP10 我们说的这些蛋白质因素 就发展非常迅速 我们Pro10实际上是 它的这个最早的 这个成立的这一前男教授 那么是澳大利亚 他们也是开展了 大量的蛋白质体学 评测工作 那么我们CNC計画 我从第三部内部实际上 当年在前男教授的 秦军主任他带来一下 开展的这个规模化的 蛋白质体学的一个评测 当然还有一些公司 以及一些团体 那么简单的在我们讲 他们标准化发展之前 简单的回过一下 我们蛋白质研究的一个 非常老的一个框架 但是还是非常实用的一个框架 实际上我们蛋白质体学 通常来讲 因为这个发现 就由我们大规模的 分析技术来开展 我们叫无偏性的扫描 那么发现一些 后前的把描以后 我们开展什么 来验证工作 那么在验证工作里面 实际上更轻易 早期更轻易用什么 MRM或者SRM这样的设计 因为什么 因为这样的设备 在大部分平台或者医院 是现成的工具 那么但是反过来 高盖的蛋白质素 或者植物 所以在很多医院 是不具备这样的条件 那么基于这样的策略 实际上 国际上也是 最早开展 在10年之前 开展最多的实际上 是基于SRM这样的 多反应监测 把线精算的测量 它的稳健性 那么随后 在20年前 实际上 这次一体质幅进行发展 尤其是双高精度质幅 快少量质幅的发展 像OVCHI和HUO 这样就开始组织这样的 又回去了 要评估 评估这个发现的这个能力 所以相当于反过来 我们先评估了 这个把线精量 然后来评测 后面是评测 这个发现的这个能力 但整体上来讲 这些评测 实际上都是基于 这个无论是这个标准品 标准细胞 或者是这个混合细胞 很少回到像这个 刚才实际上 已经提到的这种 真实的生物性样本 所以这也是 这些工作的挑战 当然这些工作 实际上为后面 尤其是像CPTag这样的工作 为他们后面 开了大量的应用 提供了很好的一个制造效果 那么现在就是 简单的讲几个案例 一个是人类大外子组织 手机启动的计划 在人类大外子组织 手机启动的四个计划中 中国签图了人类 反映着签图了 人类大外子组织 而在这个PSI 这个蛋白制股标准 这个计划里面 实际上有共有 五个方面的内容 那么这个非常有意思 这个在这个计划 启动的同时 Nature发了一个考虑 蛋白制股 现在即是有序状态 所以它还是非常有意思的考虑 所以说什么标准化 对于这个 永远的发展 是极其重要 那么新国PSI推进了 一系列的蛋白制股标准化 但是最重要的实际上 是在这个 蛋白制股数据的标准化 我估计是下午朱教授 讲到 那么它提出了 这个蛋白制股 这个数据的这个 Fair的标准 就是可及 然后可见 然后这个可以解释 然后可以重复利用 那么这样的一个标准 同时呢 我们大家可以听到 非常多的一个Mapi 这样的一个蛋白制股 饰演的一个 最简的信息标准 我们提交过蛋白制股数据 投过MCP杂志的同学 可能都知道 是非常痛苦的一个过程 它要求非常的详细 所以它那里面 其实包括直谱 包括凝胶电源 到现在 2010年之前 甚至凝胶电源 这个Mapi方案都提出来 当然现在我们更多的是 这种色物 毛钱分电源等等 当然还有这个 分子相互作用的 一些Mapi的一个规则 那么这是一系列 这个PSI的 代表这个媒线 那么另外一个 就是在这个 HUCO组织下 实际上还 组织了一个全球的评测 这个是在 07到08年的 组织评测 那么我们 防防中心 那个时候是 北京蛋白制股 同时也是在国内 参加了这么一份 它实际上是 全球23家实验室 发了一个标准的 蛋白的混合体 它是12个标准的蛋白 大家拽压了一看 实际上全球只有6个 实验是提交 第一次 第一轮提交是完全正确 当然我们是 在其中之一 那么后来 向PIA发告诉大家 这实际上是 20个重组表达的蛋白 非常纯的蛋白 那么在这个项目 就非常有意思 在他做了一个分析 什么呢 就是在这个 找了一个质量窗口 比如说1250 这么一个质量窗口 他发现什么 发现这些实验室 大部分的一个 窗口内的这个态断 很多实验室 已经确实掉了 实际上这个 我们后来 大家一直知道 这个DDE数据的一个 确实质 或者是 扫约合肥积性的一个问题 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当然是后面在 DIA技术 发展以后 会改善了很多 那么美国CPTag 实际上也是在 主导了很多 这个蛋白质素学的 一个标准化的方案 那么CPTag 简单介绍 它是美国长期资助的 一个蛋白基因组的 一个地方 实际上它从2006年 第一期开始到 目前排在实际资助中 已经资助了 2.3亿美元 那么在第一期 大家可以看到 它的主体目标 4500万美元 它就是发展了 这个蛋白质素学的 标准化的 中体目标 形成非常 这个robot的 这样的重现的 这个技术体系 那么去年的 CPTag也汇总了 整理了他们的 虚非的进展 那么这里面 实际上每一个 这个小花 都是它的一个 主刊的这个文章 蛋白金融文章 但是第一个 红色的把数件 就是说的第一期 主要是开展 这个蛋白质 这个规模化 这个标准化方法 的一个评测 做什么标准的话 主要是做 SMR 尽量的 这个方法评测 因为那个时候 发现的设计 就是我们现在 所谓的双高精度支付 和快速支付 的发展还不够完善 所以他们更多的是 关注如何把这个 亦有的 后写的 蛋白质标注 转化到这个 迷藏去 评测什么 评测 那么他们就设计 这样的一个 一个真正的标准品 对我们后期 我们的这个项目的 比方可能会有些参考 那么首先就是 要么支配方 主要支配好 你就送到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八个前天室 你直接上线就好 那么然后就是这个 要么支配方 支配一个菜段 然后这个这个 实验室 接收菜单以后 再进行支配 那么第三个就是 悲逆蛋白 然后在实验室来接收 所以这三个层次下来 以后 实际上是非常 一个完备的 一个实验设计 那么它的结果 可以看到 这个量子的复杂度越好 实验室处理的 流程越多 第一是定量值越低 对吧 它越低 但是还有一个 非常重要的人 定量值越低 半数就是这个 CV的偏差越来越高 还有一个现象 就是我们刚才说到 浓度高的这个CV CV小 这也是我们刚才前面的 这个实验设计 讲的时候 我们天单提的是个问题 其实你不提 我也要去提 就是我们低质量端的 这个CV 很大 我觉得下 可能下一个 我们必须描定 这样的一个 这个问题 早就解决化 因为现在数量 也都不成问题 那如何去 搞到这个 更精准的定量 那么CV太多 之前也产出了 在GMRM这个评测 之前产出了 一个检测方法的 门口资源 它叫ACPoto 那么这个ACPoto里面 你看它画了 这个Pinto的 这个习以图 那么什么意思呢 它的目标是 推广易用的 质朴方法 让这个方法非常 可以简单 易用的 迁移到 这个临床实验室 那么目前是 有1000多种 大白 3600的种方法 那么它也提出了 这个新建方法 需要通过的 五条这个标准 就是你必须通过 标题验证 重现性 选择性 文件性 内原物的 重现性的评测 以后 它才能够把你 收录到 这个ACPoto里面 所以这个库呢 也是一个 很好的一个 参考资源 那么除了这个 这个CPUCO和这个CBTAG 实际上美国 还有一个 ABI 做生物的 是都非常重要 它是关注 这个生物分子 所以它长期的 DNA这个蛋白 里面 做了很多工作 DNA核酸也 做了很多工作 那么蛋白里面 叫FPRG 这个蛋白质 主持有标准 那么它其实 也做了一些 这个磷酸化标准 它早期呢 其实不是很 前山漏手 但是最近 也开始 组出一些 非常活跃的论坛 比如说 最细心的一个报告 就是Brain 这个天然的 情况下 对吧 它做DNA 做得非常漂亮 那么他们去 讲了个报告 你看它是 突破性的 蛋白质主 就是这个新的技术 所以 它的PPC 网上可以看 确实是 单分子等等的 所以ABI 以前也是 非常advanced 也是跟踪了 竞争的前沿 但是它的细节 我就可能不再细讲 那我们国内来讲 是这样子 以赫紫米 叫做他们批判的团队 一个代表 实际上在 组织这个项目 应该是在 17年左右 对全国的17家实验室 做的一个联合评测 这个实验室 这个非常清晰 我为了怕你后面干扰 要么这被干扰 对吧 我就不让你做 要么这被 直接把样子处理好 分发一个 黑辣的提包样子 到这家实验室 但是结果 也是非常有意思 你可以看到 相同的 红框一种 你说这个是Lumus 这个HF 相同的 直谱在不同的实验室 它展现就完全不同的效果 那么批判的团队 实际上开发了 很多参数来进行评测 而且他们 非常好的一个项目 跟他做了一个反馈 你们可以看到 反馈以后 用它这个标准化的 作为的参数 你比如说Lumus 三台 就可以完全回到 这红色的是 优化后提升的 这样的话 它就可以把 至少是同样的 直谱平台 它可以 基于批判团队的 参数评估 可以给你 拿着相近的层级 这其实是我们标准化 做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向 那么在这技术上 其实刘超教授 应该是和瑞军合作 他们做了MS-Bi 可以系统的评测 47个核心指标 那么这个核心指标 包括了样本色谱 尤其是直谱的详细参数 我们在直谱一线的时候 就知道 直谱一线 非常大的参数 会影响你的结果 实际上我们最近的研究 也发现了 你这个参数微调以后 你的Ratial 也会发生变化 而且可能会跑到 原来显著的 你表一个分辨率 它就跑到不显著了 但细节我们还在进行task 那么这样一个体系 现在据我说 应该 比如说 肯定应该 已经布置到这个 汇演设施那边 在进行进一步的扩大 那么下面的一件事情 我简单介绍 我们实际上是中心 包括科研室团队 还有江源教授团队 合作开展的一个 临床蛋白制度研究 我们接下来叫Rio 的一个临床蛋白研究框架 实际上这个课题的起始 我还是也是想提一下 我们国内这个蛋白制度 除了刚才刘超教授做的 还有这个石勒明教授 他们做的工化加息之外 我们在CHG计划 人类蛋白制度计划 2013年启动的时候 在科技一里边 其实就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 技术平台的标准化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 实际上是 情军教授团队负责发展的细胞系 原始细胞系和 M1是一个 算是当年起 以后的细胞 还分发给全国的 发芽平台 那么这也是 CHG参与的核心团队 大家可以看到 那个时候条件 还是要有限 应该是1213年了 我们可能有QE的 还有Elite Elite应该是 因为那就是非常奢侈的配置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 用的技术方法各不相同 都是基于各个实验室 各个所谓的 长期习惯性的优势的方法 那么结果 也可以看到 基于我们叫 FASIC蛋白制度计划 我们在 基于QE的平台 可以在最小的 即时情况 较少的即时情况下 获得比较高的 补出解析力 另外在蛋白制的覆盖度上 可以看到 一个是QE 另外 还有第二个是 刚才提到 应该是对Lite 这样的一个平台 那么这样的一个方案 实际上 通过评测以后 就形成 情绪教终和全教终 反对合作开发的 FASIC的蛋白制策略 在CNHPP 最后就是在14年 开始 那么成为我们 中国内蛋白制度计划的 一个执行标准 那么推进了肺癌肺癌 当然现在有一些工作 还在整理中 一个临床 当然自己研究 特别的 Sell Nature and Nature Communication 等 发表相关的论文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 非常强调 每一个步骤的标准化 比如说 样本自备的 标准化流程 那么你有了这个概念 你跟临床沟通的时候 你就可以 必然清晰地造成临床 我需要 等到样本 而不是 等到样本 你有了这个概念 临床沟通的时候 就可以 必然清晰地造成临床 我需要 等到样本 那除了这个 刚才提到 样本分发的一个标准以外 我们还是在 这个临床 样本 搜集 以及 各种 比如刚才会来各种的SOP的制定 那么蛋白质的提取 以及每一个样的都要 这个跑一个 可见的凝胶电源的去控 不要小看这个凝胶电源 你后面数据出问题 你可以随时回来 来看你的这个 数据的一个质量 那么当然还有这个 在设备 这个仪器调试上 标注的一些红色的参数 实际上 每一个参数里面 都要调试多项参数 指标 那么 结果是这个数据解析 这个数据解析 这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 这个过程 它里面大量的参数会影响 你最后这个解析的结果 那么除此之外 还制定了一个 支付数据采集的 一个标准化流程 我们在这个项目 除了这个蛋白质数学 我们还采集了 转购因子 进行与他们传递开发的方法 那么临时党化修饰 以及乐团上的 这个修饰主学 那么用于指导 这个多项种族的 这个联盛大门体验 那么在 我今天讲的是 实际上 我们在这个盖里面 尝试这个工作 实际上可能很多老师 也反复听过 我就不再细讲 核心就是 如何针对这个 早期干准化 把它去分位 把这个 可能发生 发转移的这个幻者 也寻找出来 那么首先 还是同样的 我们在十个月的 这个一天一期的 这个采集的 非常严格的 一个指红标 一个是这个 标准细胞系的样子 二级三T的样子 还有一个就是 疗传实际样子 我们要再重复扫描 那么来证明在 这个长时间运动的 指红的稳定性 和同一样的 检测的这个稳定性 都保持到 超高的一个相关性 那么在这基础上 我们可以 诚实地 把这个肿瘤的 这个肿瘤组织 可以把它去分为 三种亚型 那么这个三种亚型 和这个生存 是一互相关 而且这个是在 这个另外一个数据 就是复旦的数据里面 也得到了验证 那么基于此 实际上我们提出了 这个基于蛋白质 是这个精准医学的 这个一个 我们叫这个 新的范式 那么在这个基础上 实际上 我们是101对 这个样子 开展的一个 干液的工作 那么在这个工作完成以后 我们要想着 把它如何 把它扩展到千里 给我们临床大样子 的验证 那么其实上 我们面临的 这个新的挑战 包括第一个是 样本的分期 从早期扩展到全期 另外是多个中心 的数据的一致性 还有一个是 样本的类型 样本的人群 对比 从百里到千里 那么样本的状况 有冰冻样本 我们会扩展到 包括新的 纳入的样本 是实纳的样本 那么这样的话 你需要 把这样的样本之间 具有它的可理性 那么这还是回到 这个 标准化的评测 为什么 因为这个 一个非常重要的 在标准化评测里面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 就是 不同实验室之间 相同设备 之间的这个 一致性的评价 那在我们这个项目里面 也是一个 最核心的语言 就是我们 在当时 在2000年的时候 我们把四台 QEHF支柱 沿用 用于这么一个 大功率 大对比 那么当然了 我们也发展更快的 就更快采集速度的 这个DIA的 这个分析策略 还有这个 多中心的样子 的分析 尤其是 蜡片样子 的这个分析的方法 那么最后算下来呢 如果我们 整合了这个 快速的 支部采集 和设备并联 这样的一个策略 可以把原来预计的 如果 按照原来方的 1000天 大概3年的时间 可以缩短 每个月 完成这么一个 大追求的 那么首先呢 我们还是 发展一个 单身经验 我们叫Singwood Shaw DIA的快点方法 那么DIA快点方法 它是最大的 优势实际上 大家从这个 可以看到 传统的第一 它确实是很高 而DIA方法呢 因为它是 全副网 所谓的特征呢 它的确实比较低 通过这样的方式呢 实际上 你在大对比 要我们研究的时候 能够避免 最后导致 非常强的 一个确实质 这个问题 那么这样一个 Singwood Shaw 这个DIA的方法 它可以在 两个小时 你完成全副网的鉴定 原来是需要 8个小时 而且是 要么也 原来是50微克 现在就需要 两微克的采染 完成这个 7000蛋白的鉴定 那么为了提升 这个数据的 鉴定质量 以及数据库的 搜索的速度 我们还专门开发了 一个这个 肝癌特异的 一个数据库 那么也形成了 优质型的一个 逆标态 加细胞系 加肝癌组织的 这么一个 高部盖 图图固的固件设量 这也形成 我们现在的 一个标准化的 一个图图固件流程 这么一个凑在下 基本我们 看完到 11000种 无论是什么组织 都可以 看完一个高 这样的一个图图固 那么基于这样的图图固 我们这个 新竹哨的 这个DNA的方法 可以非常 高的效率 我们在单位时间内 无论是在 这个鉴定的 蛋白的数量 还是 这个 这个 尽量的精度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中值是在 4% 中值4倍是4.4% 那么同时呢 我们可以 在24小时内 这个 完成这么整个 这个DNA的 拉偏或者芯片组织的 这个分析周期 单针的坚定量 可以到 这个6500以上 VH是拉偏的样本 可能给6亿 低于这个 新鲜的样本 那么这样一个方法 发展说 因为它是不是 能够重现之前的结果呢 那么我们就把 前面这个工作里面 第一分析里面 这个 这个16例 那么这16例 重新在 DNA数据里面 我们可以重现 这个分析 觉得这个 非常的重要 因为如果没有 这一步的评估 你2000例 让我们下跌以后 你可能很难 知道它负面 会产生 这个什么后果 那么这么一个评估 出来以后 我们 我也可以看到 我们的feature 还是完全保留了 它洋液的可能 那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放心地 使用这么一个 新鲜少的DNA的方法 那么除了 这个DNA方法 本身的调查 我们刚才提到 我们还要把设备 已经定点 那么在这里面 我们使四台 支付设备 可以看到 一个是这个 内标态的 这个稳健性 可以非常 在社会上 是非常稳定的 同时在 接近量上 以及我们长时间的 四台一器之间的 有三的相关性 也是非常的稳定 那么刚才 实际上讲到 这个四个人 是吧 在这个 不同的 击率 我们现在也是 我们是拿了 七个患者 在四台支付上 后面讲 你可以看到 这个PCE里面 非常清晰地 按照患者进行击率 也就是 它这个 医器带来的偏差 是基本上可以 如果忽略不计 它主要的偏差 还是患者 个体之间 那么通过 这样的一个 方法 我们实际上诠认 这样一个 一系病人的 策略是可行的 那么在优惑好 这个快速的 扫描的方法 和一系病人的方法 以后呢 我们开展 在每个三人的东西 1700多粒 这个SCT 临床样子的 这个大分析的分析 大家可以看到 鉴定量上 以及这个 累积这个 风度分布上 这都是比较一致 非常重要的是 这个数据强度 因为我们 通过PCE的分析 你可以看到 这个一系之间 没有偏性 而在药本呢 我们是冰冻的 新鲜的冰冻组织 以及这个 拉偏组织的 肿瘤呢 可以明显地 分在一起 而这个和 癌床的组织分开 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 你不能说 拉偏来了 会单独成一组 这可能会 明显后面的 另外两个 还有三个东西 你可以看到 没有这个 明显的这个偏性 所以这样也是 提示我们 这个非常 这个 一系多数位病人 这个方法的 这个高度的稳健性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这个 FFM的 这个倍速的变化 这个可能性是我们 下一次在做标准化里面 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 我们 观察这个 不同仪器 因为他们都是分析的 这个肝癌的重对样本 我们把重对样本 在这个 比如说在 第一大大仪器里面 它的TP 的result 和第一台仪器 时间的TP result 这个相关性 是非常的一定的 实际上 这个也是超纯的预期 原来的想法 实际上在低封密区间内 我认为可能会有 比较大的这个 CV的偏差 但现在看来这个数据 还是非常五件 那么基于上面的一个 这个数据分析呢 我们这个在 也是在院长的这个 来带领下 我们提出了这个 临床带来的研究的 这个Rail的原则 所谓的Rail呢 就是稳健 高效 高准车度 以及Large Scale 那么这样一个策略 实际上包括了 整个这个 从患的 到样的 到仪器 到数据 到这些物质 这个临床的一个产出 那么全靠的 这个详细的一些 指控指标 所以我想这是一个 如果这个 现在文章再出来 还是一个非常 对这个领域 还是一个非常 在阶段的一个进展 那么这样的一个 大队的临床带来的研究 我们实际上 在这个过程中呢 也 像这个 林海和长城大门 也获得开发了 新的这个 这个AI符合的 这个分行算法 那么基于这样的 大队的 你就可以有很多 这个新的 这个分析的角度 那么第一个是 分子分行 以及特征通路的普世性 前面是100个人的对面 我现在是千里边 那么还有一个 非常重要 我们可以筛选 发现这个新的法标 同时也获得了一些 关于这个 FCC相关的 分子通路的一些 新的认识 这次我就不再次讲了 那么还是 最后一点 就是这个方法 它的普世性 能不能推广使用 所以我们 这个方法实际上 在这个 聘合汇演 广州汇演工程 建成以后呢 这个方法成功的 通往到那边的 这个 5台Timstop的病名 以及这个 4台480 一起的病名 目前在 大概两年多的时间里 他们已经完成了 这个2万例 这个临床进行 体液或者细胞的 一个蛋白制度 的数据分析 我跟你说还是 这样的一个方法 还是一个非常好的 一个实用效果 那么最后 做一个简单的 这个不能要总结 一个前面我就不再给数 我想还是想着 我们标准化 能够达到什么效果 我脑子也非常清晰的 记得这两篇 一个是2008年的 一个是 提出来蛋白制度学 大白制度学也罢 或者植谱也罢 能不能提换 我想 其实当初 这个时候 可能最大的挑战 我觉得第一个是速度 还有一个是 sensitivity 灵敏度 我觉得现在 植谱完全具有这样的 一个潜力 所以呢 我画了这么一个图 有可能在 单细胞的这个 可能逐步完善 对吧 但是在其他的方面 无力就是 约束修饰通量 多重能力 速度 刻意性和另一种度上 有可能我们制服 在未来一段时间 很达到这个 一个取代的能力 所以 再次感谢大家 再次感谢大家 所以最后呢 大家同意 我们可以再想 再次感谢